Hello,大家好,回到絕網監錄,上次講到第二章的小丑的芳兒 這次就是第三章,猛虎逆禦 對了,OK,喂,沒體力? 沒事吧,怎麼會沒體力啊? 哎呀,又等下午燒得玩嗎? 那我只用體力券吧,這體力真的燒得很快,難道我要破金? 好,來 嘩,有的東西,要有人殺了,不要啊 不要過來啊,不要吃啊 對不起啊,怎麼會說話 你是... 嘩,停手啊 好奇怪啊,突然有獅子的物體 今天到此為止,馬上就要比賽了 運動部的各位要小心啊,不要有什麼問題啊 要不然就要被人罰停賽了 嘩,這樣啊 這個學員在這個體育的競技上是強項 不可以受傷 哎呀 運動部的各位馬上就要迎你高中最下一局的比賽 不過這個跟我們神秘漢研究部完全沒有關係啊 確實啊 突然我想起這個功能,不要再阻礙我吧 如果你敢無視這個警告,做好心理準備 記出這封信的人是誰呢 你幹嘛發呆啊 總覺得你今天的你呢,好奇怪啊 對呀,今天叫你這體育上來好像在思考什麼一樣 我沒什麼煩惱,放心吧 不知那封信的事都是和大家保密 這個可能只是惡作劇,不要令大家擔心 沒有就好 好,話說一下今天我們要做些什麼 這個無知真是過來了 其實我得了很多值得在意的情報 在意的情報? 和分身靈偶關 這一點我還未清楚 最近有很多不良少年被人打的案件 不良少年?應該只是群牛吧 不是啊,如果只是單純打架就會有串文 那些不良少年說自己是被一隻巨大的野獸打敗 巨大的野獸? 據說那隻野獸一邊盜血一邊打他們 啊,野獸還會說話? 太詭異了 而且這個大城市怎麼會有野獸啊 輪到我們神秘學研究部出場了 這個這麼奇怪的案件呢 非常有靈異的氣息啊 立即去看看 阻止不了位,是不是 不良少年基本上是晚上被人打的 所以我們晚上再集合吧 一群都是不良少年來的 哦,原來這裡晚上是這樣啊 我真是第一次在晚上上去逛街 跟焦流組的街道氣氛不一樣很緊張 沒有左望右望被人踏散 起座好像已經集合了晚上的街道一樣 因為我晚上經常在這裡周圍省 出現你們起座的輕浮藍鞋 什麼叫輕浮藍鞋 啊,悲鳴聲 難道是全市中的野獸? 是對面那個那個什麼掘頭 我可以傳來的,看一下吧 這個是... 太過分了 滿地都是不良少年 他們還在生的嘛 應該只是暈了而已 被人打暈都很恐怖啊 總之要先確認一下這些人的傷勢 嘩,已經要用藥了 體力不足了 要用一體力來開藥 去調查 外套掉了我們 先確認一下這個人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 有怪物啊 難道你們有沒有看到他的特徵啊 他的聲音很低沉 有靈麗的木光 巨大的尖牙 和黃黑色的斑紋 還有那個人呢 會說人話的 一次又一次呢 哭著跟我們道歉 然後就在瞬間幫我們打暈 嘩嘩 好像暈了 看來跟智囊說的呢 這個傳聞一致 或者有其他線索一起暈 這件外套看來上來好像不良少年雀 已經爛了 這個烈狠是什麼 看來好像爪狠 難道是襲擊他們的怪物留下 有東西掉下來 這個是鳥牙 嘩 放在手上看 竟然這麼大 破破爛爛的外套 爪狠和尖牙 看來襲擊他們很有可能是某種野獸 這隻是野獸成精 變成人 人形 太可怕了 快點離開這裡 對了 我們先回酒吧 我的家伙 是不是想阻礙我啊 嘩 嘩 嘩 又要用體力券 我只剩下三張 沒有了沒有了 要課金了 各位 我們回到酒吧 真的跟傳聞一樣 這一帶出現了一邊哭一邊襲擊人的野獸 那個野獸究竟是什麼 應該不良少年的正詞所說 野獸的特徵是 聲音低沉 目光凌厲 巨大尿牙 黃黑色條紋 嗯 好像想到什麼了 我在紙上畫一下 靈靈 目光 在那裡畫一些公仔出來 老虎 玩完了 哈哈哈哈 對了 嘩 這個畫得好可愛 你說那個是老虎 不是吧 小丑之後又來老虎 但從目前來看 只能認為是老虎 嗯 這樣想也沒有錯 不過 動物會產生分身靈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吧 而且不是一邊哭一邊道歉嗎 都對 老虎一般不會說話 還不是有懂得說話的老虎 我覺得不太現實 繼續討論應該都不會有什麼進展 這些事都是親眼見證比較好 只要我們晚上一路走 就會有機會遇到 嘩 超危險 要整條街找 範圍太大 很難找 我們真的剛巧去撞到他 我想到我很喜歡 煩不良少年 對方是老虎 那我就用有利去引他出來 你說肉那些 用肉可以引他出來 搞給我呢 不知道你陪我一下 不用擔心 每次引出分身靈 這是必不可笑的犧牲 帶走了 OK 不知道你犧牲是 哈哈 哈哈 變了兔子 好可愛 好收拾 難道起座所說的就是這件事 沒錯 真是一個天才的想法 你不知道 裝成這個兔子去引誘這個老虎 不愧起座 是不是呢 等一下 如果被人吃了怎麼辦 沒事的 老虎一出現我就立刻救你 安安心心地去吧 真的沒問題 好 到了第二天的夜晚 我們回到街上 好 作戰開始了 寶芝出去吧 我知道了 阿卡達 小心點 被大家看著真是不舒服 哎呀 快將一些可愛的套女郎 你一個人啊 怎麼穿成這樣 這件裝扮特別可愛 讓我看看你的樣子 糟糕 事情況你想不到 幫他發展 老虎還未來 不良搭散 藍已經上吊 怎麼搞起座 負責 你不是很容易做你的作戰嗎 我為什麼要負責 喂 不是吵架 他現在有危險 救他 來了 這個跑的聲音是 看看那邊 那對眼睛 黃黑色的條紋 難道說老虎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 真的假的 壓贏了 真的出現了 喂 你這個家伙什麼事啊 對不起 對不起 這些是沒有活著的價值 說什麼 停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這種人經常被到處添麻煩 蛤 你是 我們幫他同學九條神之街 哪位 快心學而超有名的不良少年 據說打架從未輸過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關於他的危險傳聞 真實性不明 不要打我啊 你不是 你不是為目標 然後這個少年就騎著這個摩托姐 走了 這個家伙 九條神之街 你說的神之街是我們知道的那個 大家都認識他的 他們是我們班的同學 不過他幾乎都不上課 還是我們班呢 我們學校超出名的不良少年 有關他的暴力傳聞呢 數不升數 我也聽說過他的傳聞 比如說 打架未輸過 實際身份是步走 逐逐獎 真是出乎意料的發展 總之呢 才帶寶芝回酒吧 哎呀 哎呀 嚇死我了 快要人沒命了 辛苦你了 不用怕不用怕 抱怨啊 給你帶來一個可怕的精靈 不知 不過你辛苦沒有白費 我們已經知道分身靈的真實身份了 今次分身靈呢 正是九條神之街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判定呢 可能是一些奇怪事件 是啊 今次答案比得太快 傳說中襲擊不良少年的野獸 穿著這個虎紋特工服 踩著這個鏈單車的人 就是神之街 跌在這個現場的獵牙 大概就是摩托車的裝飾 但是呢 襲擊不良少年的動機 我們還沒搞清楚 好像一直哭著說對不起 而且把不良少年打暈之後都沒有攻擊我 也就是說他不是隨便攻擊人 他只是攻擊不良少年 那麼他的目的呢 越來越難觸摸 即是說今次我們需要查出 神之街一邊哭著道歉 一邊襲擊不良少年的目的 那我們快點調查吧 沒有看氣了各位 好啦 我們要等下一次 即是他五點鐘 即是我第二天才有得再玩 現在就沒得再玩了 那大家就看著這麼多 非常之短的一個章節 那下次回來再看看這個摩托車 這個不良少年的劇情是怎樣發展 好啦 今次來這裡先 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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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見 再見